哈喽,大家好,不好意思,同學們,這期更新又歪了 主要是買了出錢,現在又遭熱傷風了 前兩天都還沒好玩 話說百安子自創打殺了以後,抵抗力直線下降 同學們,要多注意哦 話說接下來,今天要尤其幫一幫二大哥 帶同學們到監仰家家這邊 增加百安子過程就很不錯的 財品有絕貨的,開了三十多年的農家長兒館吃 哎呀,不好意思嘛,我久等了,久等了 沒得事 不妝子嗎 不妝子 哇,好嘞,心裡好嘞 你說什麼,我早看你一直在眼睛,還幫我脖子嘞 我不曉得嘛,漢哥,我最近不是剛學期的公務車嘛 可能發了兩位對,好久沒運動了,整個身都在痛 尤其是肩膀脖子 誒誒誒,說是你肩膀脖子拿一堆了,先拿這個先拿去用的 誒,這個我好像在你視頻裡頭見過 是不是叫瞄見肩膀脖子啊 我之前都想買過的,全部都是好品 就算仿人手按摩頭,那按摩肉起來 比外面的老师父還準,8滴按摩頭 上面摩到你波棍上的穴位 下面按你的斜坊肌,扶貝寶沙的你的按 只要按上幾分鐘,肩膀的世界就能被摩頭 那就是圈牙縮中飄飄雨下的感覺了吧 哪一二活,你身上輕鬆的多了 死,我比我來一兩百,我去舒服多了 他也可以全身按摩,大腿 消腿 喉腰 運動的按下還多舒服 三種單位兩種路是全家人都能用 兒子就喜歡開著一副更把事 口算就能按該該啥該啥,不但不死 同學們的脖子酸啊痛啊,不要不但會死 世界揪得容易變緊追病著嘴 早上包養起來,用揪的體態都會變得更好 那你這個就送給我了,你真的買過嗎? 應該也不貴撒 這個比起年寶店劃下多了 還是老規矩,同學們想的評論區領準 包夾搭出來送油肺線 一年的油質量問題免費快線 兩年磁飽就用 感謝新到同學們一字以來的支持了 哦 都是龍蟑螂 哎? 哦,好天啊 哦,開到了,開到了 余思美中猜怪 好吧,聽起來有了 哦 哦 哦,三個三個 有汁吧 奇妙 Typically要去吃吃吃吃吃嗎? 奇妙 虱好也會吃吃吃吃吃看 是的 然後我就去點烙 這個我瓣瓣的豬The 猪荔枝看着有点明硬 三个人嘛 回锅肉哪一个嘛 我就是拿啥子炒呢 啥子那一个嘛 火锅叫青椒 你没点说青椒回锅 青椒算了都可以 青椒吧 採个青椒回锅 好 然后 卤的这个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是哪一个嘛 猪就是盘蛙 猪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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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得要得要得 然后哪一个 师傅你炒菜炒好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开门就是你炒 三千年了 你一直在这炒 也是 男生 你够到费为了 呀 那是 你猪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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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猪荔枝 猪荔枝 你猪荔枝 炒 为什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来来来 我直接端了啊 吃没挑 还有一个石瓜哈 小粉啊 看了没有 这个好标准的灯仔味 香啊 谁都是 你没问老板是二人 好了 先来看这盘熬锅肉 首先肉用的是五花肉 不是常见的二刀肉 超的火火没话说哈 标准的灯仔味 喜欢吃熬锅肉的东西 我们都懂的啊 五花肉原材料 非常好费的时候 想煎油香油乐 和平常小管道吃的很不一样 而且青椒也刚好把腹皮变出来 这个师傅确实是有几十年功力在生产 日后调味 除了传统的豆瓣酱 他家的都门剧就是放到自己晒的这种豆翅 有点水豆翅的风味 但是又是很干爽的那种 下个肩子不掰了 白饭子也不想吹熊了 只有同学们过程吃到嘴巴头的哪一层间 才能理解了啊 接下来两半菜 煎这个两半菜就符合稍稍稍了 毕竟上一期菜的同学们且真的 这家的口味明显更好放一些 原材料也没话说话 喜欢的放心症 最后最后是煎的意外收口 因为太大了 白饭子看起来越是胖 也就是猪肘子 结果是提侯 这个五十五斤毛是不便宜 但是吃了一口之后就明白了 的原材料如何这个胶原代表的细腻感 绵密感 让人有种辛苦的冲动 白饭子菜脑本是熟的本地的农家的量司组 这是凭口感的菜脑 然后最关键这个老鹿水的地域 这个香料的香味 这个海南的孔子都恰大好处 而且今天我们的任何工业调料的痕迹 同学们抽一样这么大一包 香料包就明别了 现在哪个还谁得下这么大一包来做路才 这个是老鹿水我个 你爱一爱 现在这个鹿主体制 白饭子如果拿铁油做到这边 必须搭包给马尔号也搞一搞 干涉的话现在一不多见的至高鹿味 我们的同学觉得白饭子的评价有点过高 但是确实是优感而犯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喜欢叔叔的视频 还请同学们点赞、投币、分享 这对叔叔非常重要 感谢同学们 我们下期见